還有我們留意,習近平對李家超說似乎沒有強調過 要求李家超在香港搞動態清零,似乎沒有,我看不到 但今天,6月1日,今天開始有一個所謂香港政府的第三階段的防疫政策 總之你要打邪三針你才去到工作場合,即是很多場合 搞到香港好亂,非常擾民,非常非常擾民,即是有些好像打了兩針的 但你在半年之內,半年之內你都還可以出入這些場所 即是他有那個針卡紙的,香港很多議員,包括以前我們的行家 陳凱欣小姐,TVB,那些毛子小花,那些紫維很漂亮的小花 那個女人做了議員,八支幣她就說,政府應該考慮 在公共巴士那裡,禁止沒有打針那些人,上下坐車,怎樣問問 即是跟著他就反口,這個傳媒誤導的,報道錯 無論他有沒有這樣說,你有沒有這樣說,麻煩你親口說 無論這個香港政府有什麼防疫政策,怎樣問問問 誰知道你第幾波防疫政策,為什麼到今時今日,我就很不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你都不肯說一句 這個是中央要求 你說的嘛 什麼,盲的就知道啊 為什麼中央要求,很難為你,很失禮你嗎 中央要求,總之一定要每個人這樣,每個人一定要打尺三三才准去 不能出聲,誰出聲我就解決誰 這樣就拿出來做事,這個是中央要求 你又不說中央,你是油泡琵琶,有一個拖泥大水又遮遮掩掩掩這樣 又不敢說,這個是中央的,這個是你自己想的 你要認就可以的嘛 即是你那些香港的官員真是沒有搞錯的 即是這麼多錢,這麼多錢出錢給你,拿人工,拿現金,有幾個還要 即是每個月幾十萬,現在即落即落幾百萬在家裏 真是拍戲一流,這些一灑上去,全部cash,真是幾開心 即是我不明白,說句話有幾難 香港妖民也好,什麼都好,你一句拍桌就說,這是中央要求的 就是這樣,that's all,說都不敢說,即是不知所謂到極點 另外就看到兩位印度人,都第一,檢疫政策那個 和這個防疫政策,和香港所謂的國家安全的樣子 其實是很低調的,這次是很低調的 較早之前,現在慶合合,很大的機會 說做這個政務司司長,CS那個鄧冰強 他又說到,23條要怎樣做,即是說到差不多一年之內 不是半年之內,即是立即立的了 即是說到這樣,我還以為他是特首 即是搞到我惡了原,大哥,現在特首是林太 不是的,你這麼多聲音而已,你要綁局局長而已 不過23條是關你的事,你都不用這麼後勘 但這次我們看到的,尤其是李克強,明顯看到 他說,你要先搞經濟,其他事先不要搞,你要先搞經濟 所以說,如果有這樣的交代的話,冰強,未來一年 我怕你這個國安法,這個23條,沒有那麼輕易立讀 沒有那麼輕易立讀,因為你立23條 現在有了這個港版國安法的外資,外商都已經震了貓 你立了23條,分分鐘就這樣,你有什麼事叫我,他走了 冰強,你又負不負責得起,我為你好,我為你擔憂 我的判斷就是,我想短期內,甚至一年之內 23條未必在香港立法,但諮詢,可能會開啟諮詢 但未必會立法,因為他都很看外商的反應 因為現在呢,我想現在中央是很想很想香港快快快快開開 先看下外商對香港的態度是怎樣先 他才可以判斷下一步怎樣去搞 即是如果你外商開了,外資還是冷冷逛逛 他是怕的,但很老實講,你就算外資開了 你一天不搞定那個熔斷機制,防疫熔斷機制 一天不搞定來香港要隔離7天 一天不搞定,天天要捅微谷,有空無事封人 有空無事搞這些什麼 複雜而愚蠢的防疫政策的話 一天不去搞這件事的話 外商是不會回來的 人回來的話坐一坐,就去新加坡 香港不便宜的嘛 新加坡現在最早亞洲第一個國家 推行這個共存政策,新加坡 現在新加坡什麼都不用做 幾千億這樣下,嘴聲流下來 笑到掩盡半邊口 這些我經常講,這些責任誰負呢 就是林太利咯 即是你這麼多錢在家裡,玩天上去散發 你玩得來都要做一件事的嘛 有什麼理由的錢?大不了你,大把錢在家裡 香港很多人沒有錢 這些外商又不能進來 國家又沒有錢 香港沒有錢就國家沒有錢 你真是罪不容辜的 你真是不對 剛才講到林太的事順便講 林太在這個防疫政策那裡 又有些反覆變化 原先她說六月的時候要放寬第三階段 就差不多全放寬的了 那時候我就說你這樣放寬 你抹定肚子給阿超哥踩的了 大哥,對不對 就是這件事 就是不要得罪女人 那些女人真是挺陰濕的 但是這個禮拜很奇怪 兩天前 她說你的酒吧群組這樣這樣 又全部這樣開去 就是可能我考慮第三階段 不放了 其實這個我夠膽說 一定阿超哥哭哭哭哭 跟上面有關人士說的 這個女人很害怕 我害怕那些難事給我享受 有些大人就拍桌跟林太說 你好好看 你不要搞些什麼 就算放寬了 你留些credit給下一任特首做 這個又對的 這件事我覺得中聯辦 或者港澳辦那些什麼高官 真是瑞士了 我們試其試 該賺我們賺的 我們不反共的 我們是很清晰很清晰說的 做得對要賺 做得不好要罵 剛剛先 這件事就對了 就是很容易被人看得出 你林太太 就是 說得你有個心想開放 但是你的態度有些問題 就是不要 我們叫做瓜田理下 備受嫌疑 你看到阿超哥 他在官場上面 都沒有什麼勢力 就是很素人 這個素人 只是做警察而已 這些credit 這些工 真的應該留給阿超哥 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所以陳肇始又改口了 又說現在不可以放寬 但是心想陳肇始 你的手帕家說 林太太就快沒命了 你如果一醒目的 你聽到林太 一個月前這樣放一股味 那股屁是臭你一聞到 你還堅持站下去 活該你無官做 真是 陳肇始是清湯燉冬菇的 這件是大熱門的 我一直都說他還有官 他還有官繼續做衛生署處長去做 大佬小哥的頭 我就撤回我講的東西 你真是想到的 但是現在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九成 很老實說 你一開放寬回來的 那些人一聚集多 因為Omicron傳染 大家很強大家知道 現在你再加上 你熔斷機制又鬆了些 外來有人進來多 你酒吧的蘭桂方那些 很多鬼佬喜歡去 還有困了兩年多 大家都想輕鬆一下 困了這麼多時間 要是潑一下走 那你真是你那些離地的人 你想喝酒嗎 在七五四陽 在7-11買幾罐啤酒 回家喝 不是這樣的 氣氛不是這樣的 好像我們年輕人 外社哥現在是嫁了酒吧 我們年輕人很喜歡潑酒吧 為何潑酒吧 明明在市場 一罐啤酒十十元罐 在酒吧喝七十多元罐 為何我們去那裡喝呢 氣氛 聊聊聊天 旁邊有個大佬 穿short cut的女生 大佬 那些又A又B又D又E 大佬 水蛇般的腰 如水的眼波 嘩真是很開心很過癮的 你年輕人是難免的 你明不明白的 林太 你無法不放的 這件事 真的不是叫你放縱 我在這裏講 而是人需要放縱的 人不可以不休息 休息不可能沒有 Entertainment 即是娛樂一下 即是大家 這件事 不關黃與藍的事 藍絲不用娛樂嗎 是不是 紫若酒肉男女無不好息 是不是 難道你孔子講錯 真是